大家好,全世界使用中文交流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坎爷,我在西班牙巴塞罗那,问候大家伙啊,现在是2020年的10月9号周五的晚上19点28分,给大家看一个小视频挺好玩的啊,非常有乐子啊 小视频挺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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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意思吧,这个不知道这是不是剪辑的啊,剪接的啊,这个剪切的啊 这个克林顿啊,比尔克林顿,盯着人家那个伊万卡哈,然后使劲盯着人看,然后他老婆,那个说你看谁呢 哦,看伊万卡呢哈,他前面是那个米歇尔,奥巴马哈,当然那个黑女人哈,不太好看哈,他不看他,他盯着那个川普的大闺女哈,伊万卡看哈 川普的二闺女,据说叫二万卡哈,有一万卡了,就有二万卡,这排着呢,是吧 旁边人家老公还在呢哈,那个库什纳哈 然后这个希拉里哈,台湾叫希拉蕊,这不不乐意了,但是也能理解 因为他这老公啊,确确实实是个大花痴,是吧,北京人呢,管这种叫花儿酱,是吧,就是他比较好色,叫花儿酱 这比较这个叫嗣花儿喇蜜,嗣花儿喇蜜啊,拍婆子,他喜欢这个 这个克林顿啊,克林顿打小,没见过他亲爹 他妈呢,怀着他的时候,他的生父是一个卖汽车的业务员 有一天可能是酒后驾车,总之吧,反正就出了个意外 就在一座桥上,下边是一条河 克林顿的亲爹,就直接把那车开到河里,然后人也就死了 实际上他生父呢,不姓克林顿,克林顿是他的继父 这从小的小克林顿呢,就是一个小脱油瓶 他妈带着他改嫁,改嫁到克林顿他们家来了 所以他这个姓是他继父的姓,继父也是他养父 这个克林顿确实好色,他是在担任过阿肯瑟州的州长期间吧 也跟很多女人传出过绯闻 甚至啊,我据听说呢,他在这个在白宫担任总统期间 白宫当然房间比较多啊 据听说的这个情节有点惊悚啊,有点邪乎 说是在一个厨房里,在一个厨房 他就跟其他的女性就跟那啪啪啪 然后他老婆克林顿,这个希拉里啊 希拉里克林顿,或者我们直接叫他希拉里吧 可能就在其他的房间 但是克林顿呢,当时总统啊 还那个国家安全局,国安局的这特工 还得给他把着门,还得给他放着风啊 给他望着风,还得给他 哎,他搞这个 这个,其实美国的总统都挺风流的 你看那个,那个被刺杀的叫什么 肯尼迪,是吧 台湾叫甘乃迪 肯尼迪也是啊,和谁来着 和那个,马利莲梦露 对吧,马利莲梦露是很多男人的梦中情人 然后他弟弟吧 他弟弟也叫肯尼迪 然后他们亲兄弟俩好像是司法部的部长 一个是总统,一个司法部长 这哥俩好像都跟这个 马利莲梦露好 最后马利莲梦露说是死于 是心脏病啊,还是吸毒啊 据说可能是被有关部门干掉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想当第一夫人 是吧,当时第一夫人叫杰克林 是吧,杰克林呢 在这个肯尼迪遇刺身亡之后 好像嫁给了希腊的船王了 也是贵族嘛 啊 还有里根 啊,里根当这个加利福尼亚州长的时候 里根长得漂亮 个子又高 然后这个一笑特别有魅力 啊,有一天在一个宾馆吧 或者是一个度假村的游泳池 有一个姑娘 然后那个跟男朋友怄气了 这里根呢就过去安慰 也本来不认识 结果就跑到 然后这俩人也跑到房间里 啪啪啪去了 所以这些 呃,大人物 大家注意到没有 这个职位越高的 他们越好色 是吧 外国的也一样 中国的也一样 你看这个 川普 是吧 川普年轻的时候 啊,也是在这个美女堆里边长大的 是吧 他也参加各种的party啊 各种的聚会啊 也跟各种的美女啊 名模啊 在一块私混 是吧 你比如说 呃,克林顿 跟克林顿搞过绯闻的 最有名的是那个白宫实习生 叫莱文斯基 是吧 然后跟克林顿在白宫 哎呀 搞了非常的 是吧 活色生鲜 搞了这些事情 啊 那个莱文斯基有一本自传 挺厚的 这个在中国出版了 啊 那个书我还看过 这个美国人好像对这个男女关系上 有人说啊 说在美国啊 上床容易 然后那个成为朋友很难 莱文斯基他 呃 我看他那自传是 13岁 呃 他第一个男人是他妈妈的情夫 我觉得这个伦理上 中国人可能觉得这事 嗯 多多少少有点难以接受 可是哎 莱文斯基 他就能做出这事了 所以后来他跟克林顿的事 也不奇怪 他在大学期间还跟他的 好像是学校的一个医生吧 还有很多人 反正看他那自传 确实 感觉挺那个闲师的感觉 另外呢 呃 美国的这些政客是一方面 中国也一样 那你咱们说咱们的国父孙中山 对吧 孙中山就正式的 就三个中国老婆 两个日本的 是吧 啊 有妻有妾 五个老婆 对吧 日本的有一个叫大岳勋的啊 中国最早的是倪贵珍 倪贵珍是孙科的 呃 他可能孙中山唯一的儿子吧 就是孙科的生母 孙科也随他爸呀 也随孙中山呀 孙文也风流啊 孙科生了两个女儿 都是跟他的女秘书 叫兰妮 兰妮生的 是吧 那我们说蒋公啊 蒋公领导抗日 当然很伟大 蒋公呢 蒋公也有什么姚野成啊 毛福梅啊 啊 叫陈杰如啊 嗯 宋美龄啊 在抗战期间 据说陈果夫 陈立夫 我据听说啊 这个CC系 不是控制党务系统吗 然后呢 CC系呢 有一段时间 蒋委员长对他们不满意 认为他们势力太大了 当然这都是传说啊 江湖传说 后来CC呢 这个二臣 陈果夫 陈立夫 就趁着宋美龄 可能是去美国求援 还是干嘛去了 有一段时间没在重庆 就把他们家族的一个侄女 又年轻又漂亮 送给蒋委员长了 是吧 蒋委员长呢 蒋介石呢 写日记 日记里边 连他去逛窑子 逛妓院 他都他都有记录的 所以你看这些 越是大干部 越色 他们越这方面男女关系 赖小民 华荣资产 这位一百多个 是吧 这个毛泽东 毛泽东最开始是姓罗的 后来杨开慧 后来有这个贺子珍 江青 还据传说啊 这都江湖传说 什么张玉芬啊 姚锦云啊 那就几十几百都不止 是吧 所以这些人 但是说一点 那我们主要啊 评论一个政治人物 一个大人物 领袖级的 主要还是看他们 对社会 对社会的前进 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潮流 他是推动 还是阻碍 他是往前走 还是开倒车 是吧 至于他的私德 你看就像那年 这个马丁路德金 搞这个黑人民权运动 实际上马丁路德金 经常去嫖娼嫖妓 当时美国的情报部门 掌握了他的资料 美国政府也很讨厌他 但是当时的这些情报机构 把这些料报给媒体 当时的美国媒体 没有一个刊登的 他们认为他做的是大事 大事是对的 是吧 那同样呢 还有一个中国的富翁 富商 跑到国外去了 那这个人 你说他 他也爆料啊 他也做了很多事 他有没有私德的问题呢 有 是大大的 但是 是吧 我要说的是 但是 我们要看 主流 好吧 我就说到这儿啊 明白的人 永远明白 谢谢 谢谢